今天其實有發緊急警報 國家級警報提醒大家 在12點半的時候 山土兒預計會登陸在小港 最後是12點40分登陸的 他請民眾盡快的到室內來躲避 那尤其如果你待在臨時建築或鐵皮屋 請一定要以往到其他的室內來避難 怕會有風險 為什麼要去做這樣的國家級警報 因為高雄刮起的是17級的強風破紀錄 等一下我要請亮哥幫我們來亮一些 他看到很多的影片 其實出目驚心 尤其高雄接獲了超過356件的災情 那其實目前整個山土兒颱風鋪台到現在 造成的兩死兩失蹤 還有102個人受傷 全台的總災情這是剛剛稍早的數字了 已經843件了 那我們甚至看到包含兩頓的貨櫃都吹起來 那會讓大家覺得很難想像 那我們也不斷跟大家講 高雄過去還沒有刮出17級強風破紀錄 當然現在日本氣象廳林 剛剛聽到立剛哥在講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路徑還在走 即便已經在家裡巷口了 還是有很多充滿了無法預測的部分 到底會再往下反彈 甚至日本還認為一度可能會再殺回屏東 還有這種政治的粉專很壞啊 這個熟悉的面孔懂得就懂 只是說呢 要不要進去還是要出去呢 這個是政壇方唐進會不會落在這一次山土耳颱風 我們當然希望影響越小越好 但亮哥高雄的災情確實是您看過 在近幾年來說不管淹水也好風力也好 都是相當嚴重的 對我的親戚都住在高雄 那他們剛剛就說那個窗台水都漸進來了 那他們以前真的沒看過 然後因為這個是我其中一個姐姐 她住在三樓也不高啊 她就覺得那個窗戶都在顫抖 那剛剛事實上我也看到了幾部影片 就因為小港登陸嘛 那停在路邊的車 那個路數大概都已經折彎了這樣 然後還有看到那個第二港口那邊的貨櫃啊 貨櫃居然在飄啊 整個飛起來 貨櫃啊 就連風都把貨櫃吹起來 還掀起了好幾個喔 那剛剛我姐說 現在突然平靜了 我覺得陳其邁確實在觀察 大概在50分鐘前她寫了一個臉書 說請高雄市民注意 對不要出來 現在是颱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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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為現在沒事 她說待會又過了颱風夜又會再進來 所以我覺得確實就是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這個經驗啦 因為賽洛馬實在隔太久了 這個強度 賽洛馬可能這個佩萱還沒出生這樣 稍微陌生 稍嫌陌生 我大家印象中很慘的是賀博啦 那個反正就是 有人說大概是賽洛馬的強度啦 那這個 所以大家還是盡量待在家裡啦 不過剛剛我們談的那個問題 確實很嚴重 因為我知道 因為按照勞基法 我們勞動部也宣布過嘛 颱風價是不用付薪水的 所以確實有很多人過日子比較辛苦啊 尤其是高雄 我知道高雄有很多人都是上班族啦 或者是平常就是按日寄薪的 其實各地都是 非常多 所以坦白說這個 就是她看到這樣的一個 那麼大的一個風災 坦白講也不好出門 你看好你說放一天小確幸 放兩天賺到了 放到第三第四 甚至如果明天第五的話 那真的是覺得我心很慌耶 我沒錢怎麼辦 而且高雄是10月1號就開始放了 對啊 10月1號耶 我看大概要放到禮拜四啦 今天禮拜四嘛 那明天禮拜五 那不就是從禮拜二放到禮拜五 放到禮拜天 對啊就連續下去了嘛 所以 這個我當然我也很難 很難說什麼啦 因為我知道那個地方生活的狀況 大部分的人是騎摩托車的 那你想想這種狂風 那露宿這樣被吹倒 真的很容易受傷啊 所以也無可奈何 就是除非你逐漸 知道每個國家都要因應自己的 這個方式來發展出 比如說在家網路上班啊 有沒有這種機會啦 那我們台灣大概是沒有這樣的因應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連銀行還有股市 竟然連網路都沒有繼續營業 這個我覺得簡易匪夷所思啦 因為我以前在財政嘛 所以我認識一大堆金融界的 他們都在叫啊說 我們都不能交易耶 那個股票啊那就另外一回事啦 中小企業要匯款耶 人家其他國家也在上班啊 那你那個做貿易的怎麼辦 接訂單有時候要先付錢金什麼 全部都卡住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 恐怕我們台灣對這個颱風架的因應啊 我現在不是講放不放假的問題 是說國家有時候要運作 有一些東西是不能停的啦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它是24小時 所以那個三班一輪照常上班啊 他們就是不能停的 那就是很多都在竹科南科中科 他們早就養成了這樣的韌性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行業 也要維持這樣的韌性 就像以前那個新冠 新冠肺炎的時候 不是很多公司都改成網路上班嗎 對不對 那個就是一個韌性嘛 所以如果台灣台灣的颱風都這麼嚴重 因為我也看到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用日本類比不對啦 因為日本在北部 日本的颱風比我們弱 對 我也有看到這個說吧 比我們弱 所以他就說 那可能就是我們台灣 很不幸你就會碰到這麼強的颱風 那你上班就要有一點韌性 因應之道 一些彈性的因應之道 你知道嗎 放不放假可以操作以外 防台的工作怎麼做 這也可以操作 林志群律師終於想起自己的 綠營側翼的身份了 他就把這貼出來說人工草皮 你看沙包說還放了100個沙包 其實這是來自於基隆市議員 鄭文婷最先開始說的 說拿沙包來壓人工草皮 會不會淪為是山陀兒的伴手禮呢 甚至還hashtag一下每日一笑 那最新的側翼 而且還是翻車事故 是在他們也要繼續講沙包的事情 打的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說哇你二樓戶外平台 壓成這樣擺什麼八卦陣啊 結果後來呢 就被發現了嘛 你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隸屬於行政院 大家都想要把房台工作做好 那我們也沒說這擺檢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們也是怕高架地板 有可能被掀起 或有可能會毀損 結果這可以也成為了 綠營網軍來攻擊謝國良 說到底在擺陣到底有多怕 這些都可以操作 那看得出來啦 就他也說台灣的民主真的生病了 那我們再拉回來 還是要讓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場景 真的基隆是有災情的 所以很多人不在基隆 然後在評論基隆的事情 甚至在罵這市長放假 都是在放罷免假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罷樑團體已經無計可施了啦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才會覺得說 放颱風假 為什麼是有助於謝國良不被罷免呢 因為台風的關係 所以就轉移了新聞的焦點 使得新聞的焦點不在罷免上面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的罷免根本就是牽強附會 就是硬的惡意的扯 謝國良跟市政府的後腿 完全沒有正當性 他們要攻擊謝國良的結果 正好證實了是林佑昌的市府 無能跟貪腐嘛 所以他的這場罷免的仗 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的原因是 因為沒有辦法得到 基隆市民的共鳴跟認同 所以你的這個仗打不起來 然後呢 發生了這個柯文哲被壓 就是說是被柯文哲害的 因為柯文哲把他們的新聞焦點 拉走了 颱風呢 也說颱風也會害到他們 對不對 放颱風下也會影響到 霸梁的熱度 所以你就會覺得 第一個 他們就是無計可施了 基本上是走不下去了 走不下去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自己理虧 可是呢 他們呢就把所有的人 通通都甩鍋給別人 然後呢 就把氣呢 出在別人的身上 證明了 每一次基隆有風災雨災的時候 這一群霸梁的人 心裡面哪裡有基隆 他根本不顧基隆人的死活啊 他只在乎 他的霸梁能不能霸得下去 所有的天災人禍也好 各種新聞 他們心中只算計 對他的霸梁是有利還是不利 可是人倒霉的時候 喝水都塞牙縫 對不對 連刮颱風他們都要把它算計成說 是對霸梁不利 是對謝國梁有利 那也只證明老天爺都要幫謝國梁嘛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群人其實是非常可笑的 然後你打說 謝國梁用沙包來壓草皮也好 剛剛講的中央的單位來壓地板也好 這些都是讓你會覺得 就是說你是沒有其他東西 沒東西可以打了 可以打了 連這個東西 那難道你要把所有東西滿天飛 然後所有東西都損壞了 甚至於死的路人啊 或其他的損傷你才甘願嗎 這種東西這麼織為末節 不重要的一個防災的動作 他都可以拿來做文章 就真的沒有東西可以講了 那他越這樣 基隆人就越反感 那就表示你就是 無視生非嘛 你們就是來亂的嘛 一而再 再而三的證明 霸良團體理虧啊 可是就有像林佑昌這種啊 你都已經離開基隆市了 你現在官座的這麼大 先做了內政部長 又做民進黨的秘書長 然後現在還在肖想 新北市的市長 可是你就要對基隆市陰魂不散 好像非要把謝國梁拉下來 你才有政治能量 可以再去想別的位子 那這個就會讓你 他是選錯戰場了啦 他這會在這上面吃憋 然後呢使得他後來 未來要做什麼樣的政治盤算 都會受傷 那這個鄭運鵬也是一樣啊 他刷存在感 怕自己被忘記了 被賴清德忘記了嗎 你認為賴清德有官會給他做嗎 他如果政治上要重新站起來的話 他就只能回他 桃園立委的選區嘛 看能不能再重新選上嘛 你覺得有可能嗎 沒有可能 因為他當年是因為大環境小環境 就是說桃園的大環境跟全國的大環境 都有利於他的選區 他才蒙上的 他根本也沒有經營 他的表現也是非常的low 更何況經由這一次的桃園市長一億 他是被徹底打趴了 他要重新回來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完全沒有辦法再重新 在他的這個選區啊 可以重新站起來 不過他回來選也好啦 對不對就是 想看戲是不是 罵咖嘛 我從小到大 事實上都在進行防曬大作戰 所以身為防曬打人的 我特別推薦大家這一支 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S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它裡面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榨藻直萃 這有藍光神爽的美稱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禦環境裡面3C產品 對肌膚的危害 那同時還有含黃金海藻 這樣的成分呢 能夠抵抗肌膚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來清爽不負擔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適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這邊我誠摯的推薦給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A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